又一起因为检车导致发动机漏油 并且还是一台劳斯莱斯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是检车导致的原因 还是车本来就存在一些问题 碰巧在这时候坏了 在此之前 也有一起劳斯莱斯因为检车导致发动机油管爆裂的事故 拆开后发现是由于机油管老化 加上检车时大油门高转速的原因 导致机油管被涨破 发动机失去机油润滑后 导致发动机大修 维修费用不低于50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